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干 我们先看看你的PPT好不好 第一张图片呢是在今年的时候 学校对我进行的一个优质毕业生的 一个对外的一个推荐 那这个呢其实 是我在前段时间刚刚开始的一个 公众号的一个运营 对它是我刚运营不久 也只出了就是大概有四篇的文章 但是我认为还算比较有代表性 然后粉丝量也是成一个直线上升的 你别说他的公众号的那个标题 也起得还挺有意思 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在平庸面前跌了头 请向我开跑 大家搜一下这个文章写的怎么样 看看 你还有一个配音要放是吧 对 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 不幸你回头看看 你都在不知不觉中 熬过了很多苦 所以继续向前走 加油 你是很喜欢文字是吧 很喜欢写东西 对 拿过奖没有 比如说在这个初中教育阶段的时候 是有拿过这个中国梦的这个写作比赛 山西省的二等奖 在大学期间拿过一些校园比赛的 中文比赛的一些奖项 以我们心目当中对于文艺女青年的定义 这些人是不太喜欢钱的 文艺女青年也是要生活的 也是要为商业服务的 那你做过哪些创业或坚持 就是在大学期间嘛 我是从大一开始就进行这个 微商的创业是帮助家乡进行一个苹果的销售 因为我家里是种苹果 销路比较狭窄 每年的这个价钱非常的低 所以呢 我是采取了物量营销的这种手段 就是那我会在微信等一些平台进行一些广告的宣传 发挥我的文案协作能力 然后以及我的一点销售的能力 你还有销售能力 已经坚持了三年并且取得了一些的一些成绩 比如说我会在一种延长产业链的一种做法吧 我会在平安业的当天去进行一些外包装产品的一些批发 然后与我自己的苹果进行一个结合 在当天的话我可以把一个苹果卖到16到20块钱的价钱 但其实一个苹果的成本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并且会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你腰火卖苹果的时候是不是也特文艺范儿 瓶水相逢果然是你 这里是赵爽能平安过 朗速式 波音枪 来继续继续继续 然后就是纯天然绿色 蜈蚣海来自山西运城 今天在树上 明天就在你的舌尖上 很多这个文艺你去年都有点酸酸的是吧 它还带甜甜的是 其实你从PPT里面也有展示 你很多的成绩都是来自于你上大学和实习阶段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 让你要放弃你之前学的这个专业转向新媒体呢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一行 一行行行行行 这样的一个想法 选新媒体运营是因为我从小对文艺的热爱 对文字的热爱 对写作的热爱 也是因为我内心一种哲学性的情怀的这样一个原始的初心 我希望自己以后的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所热爱的 然后是能带给自己成就感的 最重要的是喜欢才能带来创造 创造才能带来价值 这个那位是您母亲吧 对 是我的母亲 是 是她妈妈 您几个孩子 就她一个 这个在你们村 您女儿是不是挺有名的 也是吧 也是吧 是不是这个街里街坊的都挺夸她的 是 那你今天夸夸她呗 很努力 好学 就是很自信 我特别喜欢赵爽 你没有那种 刚从校园走出来 还没有拖你像鸭谈那种 就是示范示范那个感觉 对你很接地气 第二呢 你的准备很充分 声音很好听 举手投足 让你感觉到很舒服 最让我觉得应该给你加分的地方 是你在第一环节展现了你的能力 有很多年轻的选手到台上来 其实是没有准备的 他觉得我假想了一份工作 而你是真真真正的准备了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很关心 我目前的话 因为我可能对自己的实力 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 那我就一个市场的底线吧 五千 我特想知道你的西医企业是哪一家 会不会我在里面 写了 它上面写的是松鼠AI和那个张萌的那个 青创 对青创 松鼠AI是你BAR的选择 所以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 把新媒体给运营好 对 我觉得因为它是这个 就是师范大学出来的嘛 所以它所有的教育行业 其实都是适合它的 而最重要它是酒店管理专业 其实酒店管理专业 跟我们活动公司是非常对口的 要说酒店管理行业 那跟旅游是最相关的 我也是师范院校的 行嘛 那就选嘛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来 还有十一战争 天生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在希望中欢呼 在苦难中坚持 凯罗亚克说 我要和生活在死磕几年 要么我就毁灭 要么我就注定铸就辉煌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我在平庸面前低了头 请向我开炮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我的父母都是滴滴道道的农民 从我济世起 我的事件里就是他们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 妈妈十岁的时候外婆去世了 后来婚后不久 爸爸患了强制性脊柱炎 那个时候生活一度不能自理 上厕所需要拄着拐杖 妈妈搀扶着患病的爸爸 一步一步在那个泥泞的小院里 慢慢地往前挪 亲戚们总对我说 你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 纽带和支柱 是爸爸妈妈承受所有苦难 顶住一切压力 拼命赚钱的动力 我没有高贵的出身和强大的背景 但我已经足够幸运 父母亲戚所有给了我全部的爱 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给我 尤其是在教育问题上的高度重视 我很喜欢一句话 一个人最大的教养 就是接受父母的平凡 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你不能瞧不起 一个是出身 一个是梦想 我想父母在苦难中的坚持 正是对我最好的教育 曾经有企业家问求职者 你做好北漂的准备了吗 同样的问题 我也在心里问了我自己 但我想北漂的艰难 在优秀的平台 健全的体制 良性的竞争 优越的资源面前 难道不都会转化为 你前进的动力吗 因为所有你吃过的苦 总有一天会变成光 照亮你前行的路 没有与生俱来的优越 那就请你手持利剑 披荆斩棘 逆风翻盘 相信那份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那份战胜死亡的年轻 做一个不怂的人 在希望中欢呼 在苦难中坚持 谢谢大家 妈妈哭了 对 因为女儿懂我的心 就是说我们辛苦 她知道 知道该怎么报答我们 所以你的哭除了 是他理解你之外 更多的你认为直 是 让全村人都看见了 是吧 对 赵爽的这个才艺是加分的 你本来是学的这个专业 又想做新媒体 这一瞬间把你的文案功底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你预测可以给他多少钱一个月吗 这样的姑娘 也别五千的 我觉得起码八千块钱 我是法国孟权的贺东东 那我想告诉你 我是做女性美妆 美妇化妆品品牌的 但其实我骨子里做的是女性的教育 我特别懂你 我也是我妈妈的宝 我妈妈吃尽了很多苦 把我培养出来的 我知道我以我自己努力和强大 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回忌 更多的是让我妈妈安心和踏实 赵爽 我特别懂你 赵爽 是这样 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一直团支部书籍 我就我们两个身上的共同特质 特别相似 所以我真的希望 待会儿能够多关注我一下 因为从你的所有的表达和呈现中 其实你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通过你刚刚讲的故事 卖苹果 其实让我深深地爱上了你 我觉得我们公司是最适合你的 赵爽 赵爽问一个你很现实的问题 其实现在每一位都觉得你像他 每一位 包括我 我也觉得你那篇写的就是我的心声 你知道吗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我希望就是找到与自己价值观最匹配的企业 并且能够让自己的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的企业 最好是在新媒体方面 就是想去做重点突破的 有一个重大的板块在这块设置的 赵爽你看现在我们的11位企业家对你的感受都特别好 但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对于你入职之后 大家对你的期望都特别高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特别想知道的你的缺点是什么 我自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可能会 也是现在年轻人的通明 我可能会太急于求成 过于的浮躁 就是我很渴望成功 我可能会就是比较的着急 这是源于母亲一直以来对你期待的衍生 来我们请陈老师做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画呢是最有冲击力 因为他画的是逆风启航 更重要的在这个海上的航行 还有闪电风暴 这样的话呢 首先提示啊 就说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既然你画了扬帆逆行 那应该怎么样 在职场当中应该要和伙伴同事们团结起来 形成一个集体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还能面对一些困难 才能战胜你目前的困难 但是这幅画里边 你只画了你一个人在这个船上 迎着风暴 迎着闪电逆行 说明你呢 还要重新调整心态 如何融入到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去 尤其是你新求职的工作当中 是你要特别加强的一个战略 来第二轮选择虚活力 还有九战争 不加英女灭灯是 她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她的稳定性 就是你心气高的话 你能不能沉在一个行业 沉在一个企业和一个基础岗位当中 从零做起 这是我有点就是打问号 每次出现这样的选手的时候 都会有像你这样的人的一些思维 的确有这样的风险 就看这个女生自己对自己 有没有真正的客观认知 来从羊绒开始 请翻牌 六千新媒体专员地点 在北京 对 六人游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 五千五 六千 新媒体运营 对 来 李雪 也是新媒体运营 我觉得首先我们不仅要考虑 你是什么风格 也要考虑我们是不是适合你 松鼠AI 我们提供的薪资是六千加 然后岗位是新媒体运营 但我们的工作地是在上海 只有一句话给你 就是所有的伟大都是从草里长出来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新媒体方向满足不了未来的梦想 我觉得你未来是一个很好的人力总监的苗子 我可以亲自带给你 法国目准给你提供的就是新媒体运营助理港 我自己亲自带你 未来你的晋升通道 直接晋升到我们的运营总监 我觉得你是有这个潜质的 翠生生薯条提供给你的是新媒体运营港 谢谢 靳雯婚礼策划给你提供的是策划师助理这个职务 是四千八加加 难选吗 不能 好 考虑一下 去吧 周围啊 你的魅力要大打折扣啊 我哪有什么魅力 好 有请王上峰东东谈钱不上感情 哇 这女孩太聪明了 真的 上峰啊 你给的这薪酬不够没有竞争力啊 刘佳刚才说了至少八千起 我给他未来 他成长得很快应该会非常快就到八千 我不建议你们一定要加 因为这个价格很公道嘛 但因为两个人一样让人没法选择 对 这是提供住宿 我也提供住宿 它是单住 我也可以提供单间 哎呀 不一样了 你看一样的 单间里面有什么 有冰箱吗 冰箱洗衣机都有 你有吗 我们住在朝阳路大跃城旁边 你在东五环以外 我在东四环边上 这样吧 我们来听一下选手想问什么问题 贺总这边 我的未来的一个具体的工作和职业的晋升的通道 其实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管理的潜质 你来我这儿 HR要做的工作 沟通管理功能只是你的一部分 你未来要晋升的是我们整个公司的管理层 总监级别 你们要问什么 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没有问题要问 好 来 考虑师妹要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孟全 举仙王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孟全